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under security commission 马来西亚证件委员会的 本身在这个行业上也超过十多年了 这里是11年多 然后同时间到我本身也是一个快递师 曾经在财务组件的受过担任过 目前还是有帮中小金企业帮他们行一些account advisory 所以呢 只要是理财管理到个人财务或者是企业财务 我都可以帮你们协助你们在这个方面 首先在还没有开始之前呢 有可能我在这边先要说一个声明 那就是说今天那时候有的分享 关于到底财财务的或者是有数据上的关系的话呢 那只过是纯粹的一些判例 或者是一些个人的一些故事 来你们分享 那如果你们有采取任何行动 如果你们做任何的投资 那你们我会将 鼓励你们去询问你们的财务推划师 或者是你们可以来找我本身 来去更深入的理解 因为今天是财务 就是个分享 如果有造成任何的损失 那我们这里就没有负责 好 好 来 很欢迎大家 到现在目前为止 线上的上线都已经有59位了 每一集的来参与的老爸老妈们 你们都很 都很踊跃的 很套学的来学习理财 本来原本我是下课星期的 因为刚好下课星期 我也是需要上堂课 所以呢 就把它开启为今天这一堂 好 有幸美点如何开始理财 这次呢 对大家来讲 就是一个 一个话题 也是发动了好多人的心 到底讲是什么事情 为何 我们要如何的理财 每天都听到大家说 要理财 理财的重要性 对不对 好 那今天我们就来到 看到这个老养 这个养老金 好 养老金 所以呢 我们会被面临的 赚了一辈子的钱 辛辛苦苦 赚了那么多年 怎么赚都赚不到 我们的养老金呢 对不对 好 那钱这么的辛苦的赚 为何都会流失掉呢 那老了还是我们还感觉到 钱还是不够用 对不对 那再加上现在的通货层上 就是很够势力的 哎呀 什么都起价 连物质 建筑物都已经起了 40%至少 40%的原材料 那你说 我们接下来买的物质 会不会越买越贵呢 对不对 那我们最大的财困 到底是什么呢 就是 无财可理 就是我们没有财 好 我们来看 那到底是有钱人的定义 很多人有钱人的定义 是什么呢 所以这张普遍 我们有可能会自然讲到 有钱人 对不对 我们时常说 哎呀 钱都是留给有钱人 来打理的吧 留给 就是说 企业家 又或者有些人说 留给那些 退休人士 来 处理他们的钱 因为他们已经退休了嘛 就是一定有那些 退休金啊 养老金啊 等等啊 那等到那时候 我们才来打理 那 我们在这个想象中 这有钱人的定义 到底是什么呢 就是 他们就说 哎 有什么 都可以买什么 从来都顾虑 都不会去顾虑 钱财 对不对 很消 就是耗费 耗费能量很大的 很遮止金的 对不对 他根本是不用为钱 还 那我们 就是也很希望说 不用为钱而还呢 就是我们 就是每一个人的梦寐以求 都想要追求的 这退休生活呢 是不是 好 那来 我们来看看一下 我们这个第一者的 第一者的 想法 这思维 是什么呢 我们心中 打从心中的思维 到底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感觉得到是什么 在你的心中 第一个概念上 你们看到这辆车 豪火车 对不对 跑车 哇 这样 漂亮 那心讲 哎 这是什么 到底子林 要跟我们讲什么呢 哎呀 我都不需要 这样这辆车了嘛 对不对 和我都没有关系嘛 那当我们看到 那年轻人 在驾这辆车的话 那我们心中的 第一个概念 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会不会想到说 哇 这个90后 30岁都不到 都已经开始 驾跑车了 那 我们心中的想法 是什么 会不会讲到说 哎 到底 是 我们是心中 有个妒忌的感觉 或者是 哇 他一定是爸爸 对不对 买给他的 对不对 有钱人家 他孩子 就是可以驾跑车 那或者你们会想说 他是富二代 有钱人的家 对不对 他生长到有钱人的家 所以呢 他很幸福 对不对 那 但是我在这边 想说的是什么呢 当我们看到 别人有的 我们没有 那我们会觉得什么呢 对不对 但我这里可以告诉你们 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在我身边的朋友 我见过的 接触过的朋友们 90后 90后 90后比较实际点 大概他们都已经 20多岁到30岁了 00后都已经20岁出来了 那 他们其实 进行的年轻人 都是很接触的 上一集 我曾经讲过 为什么呢 他们真的是 很努力的 为他们的目标 来赚钱 我其实有看过几个案例 他们都是 在以前的时候 就是说 他们的整个成长过程中 他们真的是苦过 这下古典 他们的生活 他们的背景 其实也不是有什么的 别的背景 他们真的是靠 来走一家 伸手来为 他们的努力 而奋斗 而买到今天的这个 成就的 逃活车 所以呢 你会想说 到底和我有什么关系吗 对不对 那我想说 这又不是 我不是叫你们 买跑车 但是我是想说 我们可以转换 我们的正面的思维的观点 就是到底 这班人 这些人 年轻人 或者我们身边的 和我们同年龄的朋友 一般 就是我们的好朋友们 他们到底是 怎样赚钱的 所以呢 我们就不要 把他自为相声 有钱 我们没钱 这想法 我们想 到底他的努力 是在哪里呢 好 那我们再来看看 在这个的图片上 我们会看到的是什么呢 好 我们进入第二者 就是五大的陷阱 什么五大的陷阱 在我们投资理财上 必须要注意的呢 对不对 投资理财 财务管理 是有陷阱的吗 好 那我们来看 那我们是否有 真正是爱系如财呢 对不对 我们是否有 真正是很爱 我们的财 对不对 我们越爱财 财就会越靠近我们 对不对 那我们不要追钱 为什么我会这边 设定这个目标 说我们不要追钱呢 因为钱 你拿出你的钞票 来看看 钱就是有四只脚 四个脚 钱有四只脚 我们只有两只脚 那你觉得我们会跑快钱吗 所以我们越追钱 越跑得越快 那你认同吗 所以呢 我自己想分享的是说 那我们还可以再看看 还有什么 见仅是我们思想要避免的呢 太怕行 什么都不敢做的 对不对 什么不敢做的呢 就是 那 你有可能就觉得说 我什么都 遇到 但是 我什么都听到 我什么都懂 但是我什么都不敢做 为什么呢 因为他害怕输 害怕亏 对不对 好 那有些是不动脑 不努力行 什么是不动脑呢 我不是说你们 我只想说 不动脑的意思是 我们从来不去选 人家讲什么 那有可能是个类型的 和第三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第三的是什么都不做 第四的的话 人家讲什么 他就去做什么 对不对 所以呢 他只想赚快钱而已 好 再下来就是 爱花钱行的 那 如果我们越爱货钱 那你觉得我们会有 财商 会有财务的 有钱可以理吗 我们不是不可以货 但是只要我们可以规划的好 我们有一笔的钱 我们有一个budget 那肯定你想货 是肯定没有问题的 好 所以呢 我们要 爱货 爱货钱行的话呢 其实是好不容易的 只要我们所可以赚到的钱 除了一大笔 你讲到货 或者都可以 只要你有足够的一个现金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我们就说 为什么我说是有些人是属于害怕行的呢 怎么说呢 在害怕行的 就是说我可以把一个例子来跟你们分享的是说 那有些人 他这种人他是怎么不做 应该有讲的嘛 他不敢做 为什么呢 因为他害怕 害怕的是导致 导致他会亏啊 等等啊 或者是被人家骗啊 对不对 所以通常这类型的人呢 他都不敢投资 投资的 他在他的财务上都不敢做一些规货的 因为他害怕是导致金钱 那比如说 那多数人都会把钱放在哪里 就是银行嘛 对不对 那多数人都会把钱放在银行 所以呢 那在我们的这个上个星期 我们一个有一个国际的财商 财务的这个就是 就是一个investment的conference 明年都会有举办一次的 所以呢 他们都是有提到的是说 很多数大多数的人都愿意 都是情愿的是把钱只放在银行里面 那不晓得在这边大概有88位 包括我啦 就是全部88位的 今天来上线的我们这班的人 我们想了解的是说 那我们是不是大局部的人 都是只把钱放在银行上呢 好 那你们有没有想想说 一个十年二十年过去了 那我们有没有为我们的财务 我们的金钱做一些负责任的 一些财务的理念呢 好来我们看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有没有真实的把我们的钱 来提升 做一些规划的投资呢 来让我们的钱来增值 好 待会我就会跟大家分享 因为上两期的我的分享 也有几位学员有在问 那我要如何的增值 如何把我的钱 增值的归货的正好 好 待会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好 今天在这个的园里我们可以看 好 有些人就是因为他怕事弃 所以呢 他宁可不进行任何的投资行为 好 我说同时而并不是说你一定要做 只不过是最重要的是在你们修福的天里面 和你们认为你们可以做的 好吗 既然我们有这个的理念 我们就想 我们就不怕失去 因为放在银行的人 大多数他就会 不会失去 因为他觉得他的钱可以保本 所以他这种类型什么都不会去做的行为 那这种没做的话 才是真正让我们损失的 我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现金的通货盆上真的是高得太离辱了 不晓得在最近大家出门 在外面吃又或者是我们买家庭用品 或者我们的财员留言里的那些 的那个食品 是否会感觉到都已经涨得很贵了 很贵了 所以那个爆章我在上一讲都已经有分享过了 所以呢 这个结果导致我们购买的能力已经开始下降下火了 所以怎么说呢 我必须要用更多的钱来购买我们的食品 我们的用品 那大家认可吗 所以呢 来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如果我做一个比例 在这边我们做一个数字上的比例 就是说如果我们在把这个100千 您可以看到的是说 100千 现在我们有的我们把它放在银行 所以我们说银行的利息 应该是有1.75 1.8或2点多 有些银行可以给你来到2点多 那今天我只有一个大概一个数字 就说2%左右好不好 2% 好 那我说一个10年 我相信在线上的爸爸妈妈们 大多数的都可以看到的就是说 我相信我们的钱大多数都有放在银行超过10年吧 有没有 那你可以看10年后的今天你们的钱增长了多少 可以看到这里说已经增长了21天多 那就是说100天他10年之后 他的复利刑就把它造成120多天 这个我是说一个2%的比例来看 对不对 那肯定在在往年的利息 在FD那肯定稍微高 就是有3点多 对不对 慢慢的下2点多 下到2 那在接下来就有可能就少过2 对不对 一点多 那你觉得在未来的10年 我们的银行的利息会不会一直保持这占2%呢 这个有点理 有可能我们是想想去理解一下 那我们也知道 在新加坡的其实他们的这个方案 其实是少过1% 就是他们的固定同时 固定的存款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政府是鼓励他们来做 额外的投资 让他们的钱来增值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如果今天我只做一个稍微上的一点点小小的动作 只不过是把我部分的钱 部分的钱 那有可能你们会问部分的钱是大概多少呢 那你们可以规划成20到30%好不好 我不是叫你们放100% 但你们可以做20到30%的比例 把一部分的钱 只要我们以做一个小动作把它来做一些额外的投资 这样可以吗 那你可以看的是说 相同的比例100天 10年之后的5%成长 那有可能你会问 史丽老师 那为什么你只做5%呢 那是的 之前我有可能会做比较高 8% 7%或 6%左右 但当我在准备这个slide给老爸老妈们的时候 我就先讲我们做一个比较稳的好不好 比较实际的 那我们做5% 好 那你可以看 这个10年过去了 是不是 加了162天 就是加了62天 那你的钱已经升值到162 这是比原本在银行上的比较稍微高呢 好 那如果你们的钱 如果是规划 你看我只过做一个比例 10年和20年的相差 这是20年相差的比率的话 那我们的180 100千的钱 已经开始升值成265千了 265千了 好 这样子可以吗 好 所以我今天会带点一点的小小的一些数字 那有可能老爸老妈们可以一起跟着 因为你可以看到我做的一些理解 理解的分享的 那有可能你们会看的比较不一样 那这是因为我通常都会讲故事 又或者是我把不变形的来跟大家来分享 但今天我会把它稍微带入一些数字的 和你们有可能会看的 因为上题都是有一些 有些观众有问问 好 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这张图要告诉我们什么呢 那刚刚我说的 那有可能我们说不用脑的 就是他不想去讲 他是就从别人讲的 别人说什么 他就跟什么 他就去做投资 所以呢 他就会乱投一片 那乱投的人呢 他都是希望得到高的回酬力 这样子是不是 对不对呢 那人家说什么 你就投什么 那另外一种类型的人 都是爱货钱行的 爱货钱行的 乱乱花 无法走 对不对 当你乱花钱 你就无法走 但我这边想说 并不是你不可以花 只要你有把一个budget 规划在一旁 这一次 我出门 这一次 或者是我去旅行 我想要花多少 只要是在我的范围舒服的 那肯定可以 那因为今天的主题刚好讲到 没钱 到底要如何理财 对不对 那有可能我们就讲 既然我们这样爱花钱 我们要把辛苦所赚的钱 就这样如流水般的 这样花出去的话 那如果是那些做月光族的 那就他们就是真的是很够力了 因为消费欲望时代太高 他们是无法走财 那你认同吗 那如果是以上的这个类型的话呢 最重要的是要改变我们 存钱的顺序就可以了 那大部分的人都是喜欢兼交费 对不对 然后再把这里的钱再来存起来 那有可能我们一个月 一个月就这样过去了 这个月我存不到 下个月我存不到 再多几个月也肯定存不到 所以这一堂测 我在上一堂已经有分析过了 那我们可以再来看的是说 如果我们可以把钱规划成 10% 20%来做涉及投资 那我们之后再来花费 来做其他的开销 那你觉得会不会更好呢 好 那我们再来做一个 这个总结的 你可以看看的 就是说我们什么都不做 规划 那才是我们真正的损失 那你认同吗 如果今天我们还在想 在听 在去理解 那我们还没时间 还没去做 那才是我们真的损失 那第二呢 就是说 当我们不去规划的话 相信投资所赚的快点 什么都不做规划 才是真的损失 好 那再来看一下 那如果我们先存规划 后花消费 这样会不会更好呢 对不对 先存后花 那再接下来就是 我们不乱借 也不乱消费 还可以把辛苦赚的钱 留住 那因为肯定 因为我不晓得 你们身边会不会遇到 好多人都会给你们一些 想法啊 给你们一些的 一些投资的方向啊 那一个很好的规划图啊 那会不会很吸引呢 让我们可以赚钱 那我们记得 之前有分享 不要贪 对不对 我们最重要去了解 去了解 最重要 走得差时 稳一点 好 好 那第五呢 就是我们要认真的规划 再接下来 不要忘了我们的目标 目标 以及必须要去执行来规划 执行哦 就是要有行动哦 你有行动 你才可以达成目标 如果没有行动的话 那只过是我们的一个梦想而已 好 那我们再来看看一下 有心没钱 所以呢 既然我们先了解了自己 为何有心没钱呢 那到底是因为我们年级还轻吗 收入少吗 对不对 我们的生活水准太快了 那肯定 那我们年轻 我们的收入少 我们就是有可能有心没钱 那我相信 后有慢慢的增值 慢慢的学习 我们一天比一天之后 我们的公司肯定会增加 会提高 那会不会是有些是因为退休没公司 那如果退休没公司的 那我们可以问 我们是否可以找去一些 做一些散工 或者是做一些advice 或者是我们有其他的赛道的资源 可以收呢 对不对 就是其他的sort of income 那还有的就是说 是不是我们平时的生活消费开销太高了呢 那如果是的话 那肯定我们要做一个 重新扭定我们的消费的能力 好不好 那或者是有些人是因为 他有心没钱 那是因为乱投 对不对 乱投 这里投那边投 所以他们就亏 就亏了很高 或者是因为他没有正式的理财规划 没有把我们的钱来增值我们的财务呢 好 那就是以上的有心没钱 好 来我们来看 那是否我们可以想想 我们要如何做一个明示的选择 来做我们的一些 增值的投资规划呢 对不对 这样子我们可以一步一脚印的来达成我们的目标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两个类型 第一个类型呢 同时告诉我们什么呢 增值型的 好 增值的方案 那增值的方案和第二个 债务型的 好 我这边来做一个比例 那有可能人家会想说 什么是增值 什么是债务型的 那如果我们今天是买了房地产 好 房地产 如果我们买了房地产 在对个地方 对对 对个社区 那如果买了的话 它可以让我们的物质增值 数年后 五年 十年后 它可以让我们增值的话 我们之后出租 就是我们可以租出去我们的物质的话呢 那我们又不用倒贴 那我们又不用倒贴 又不用去供习 那么这次就是属于投资型的 这样子可以吗 嗯 那如果呢 我们是投资在一届物质房地产 那因为要便宜嘛 对不对 又或者我们觉得说我们能力范围 又或者我们报个质 就是一起买的话呢 那有可能很多人就是有可能去买了那些物质 对不对 但买了呢 又每一个月又要供 又要付 maintenance fee 那每一年的费用一直在增长 增长在增长 这种类型的呢 就是消费形式的 因为往年后 数年后 它的物质无法让它赚钱 所以呢 其实是很多人是无法做到买物质 又可以让它增值的 所以这个两个比例 有可能我们真的要出去去想想一下 好 来我们再来看看 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做的 我可以建议大家做的 就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自想想 是否我们可以做一些investment portfolio 就是分散投资法则的理念 这样我们这样做 就是说我们不把我们的鸡蛋 就是我们原有的那个理财 我们的现金 我们的财务 我们不把它放在头一个篮子里 那就是说我们可以做一些分散投资 那就是我们再做一个投资性的 现金流的方案 把我们的钱来规划成有一些现金流的理念 让我们的钱才可以在需要的时候 有流动性的 我们可以把它现金流造线来再紧急在时候 我们还可以用的 好 那这样我会再分享什么 来 大家来看一下 上个讲题 大家有问 那我们要如何的把我们的钱来增值 那我们应该要放在哪里 又或者是说 我们是否要怎样让我们的钱 在一些外汇又稳 从时间可以放长行的来 这个是我的客户群的其中一个案例 那有可能 今天你们在这边看的 如果是我的一个案例 那我想说的是说 可以的话呢 就是你们不要盲根 盲根 因为我其实在前面是有点 有把它盖了一些 因为这是我分货群的 那可以看到 什么叫做深善投资 在新加坡的一个基金 国际基金 它是在属于金币 FGD 那你可以看 我这个客户 我跟他放的 在这 最近的这两年里面 跟他分散的 他有dividend的 就是可以拿股息的 每次个月 就是拿一次股息 那他可以走国际方向 Asian 他可以做 他可以做international 或者走一些中国 那肯定中国的最近 肯定会影响到 那如果你们放长期的话呢 随话长期理念 那是应该没有问题 那这个呢 就是你可以看到 房地产是国际基金 被影响的 那在这里 这个是属于金 金属go go就是金 好 那在这边怎样看呢 我主要是让大家 来看一下而已 这个我不会跑去 因为呢 我不会跟你深的 去分享 那是因为 每一个人的财务观念 每一个人的理财方案 是不一样的 因为有可能 你们是会 一部分的费比权 A的有可能会 这样的数额 B的是有可能 以另外一个方向 他的数额 有可能比较多 B的有可能 他是希望 陆续的一直来 加他的门款 就是一直要top out的 所以呢 这个是我帮我的客户群 做的国际分散投资组合 好 那您可以看的是说 刚才做这个方向的时候呢 这个就是他的本钱 母亲 total cost 32天 我们说信币 32天 那market value呢 就是现在的价格 现在的价格 所以36000信币 那profit and loss呢 就会叫unrealized 因为他没拿钱出来的话 肯定是还没有 让他赚钱 只过这个是在paper上的呢 就是有赚了 3500多信币 那有可能你会说 为什么有些是红色的 对 因为规划在这个 我们叫做real estate real estate 就是那个房地产 房地产呢 这个呢 他就亏了29块金币 好 29块金币 就等于大概 马币100块钱了 马币100块 那unrealized profit and loss 的%率呢 那你可以看的 为什么我说分散投资 这个总额来说呢 就是赚一个11% 11% 就是比SE好 那有可能你会问几年 这个已经超过两年了 两年多了 两年多了 要快进三年 这样子 那我们可以看的就是说 是不是比SE稍微高一点呢 那你必须要 经过那个过渡期哦 不是来语短期 那你可以看到 有些是赚9% 有些8% 有些26% 有些是 那你问会不会亏呢 所以有些是会亏 这个亏了0.92% 那这个是赚10% 好 那这个就是整个国际分散投资的理念的方案 好 我们分散我们的投资 好 那 它的好处到底在哪里呢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好处呢 就是说 它是一个流动性的资产 那如果我们在需要的时候拿 它可以拿回来 那就是大概要一个月 那你可以问我 那我们要放多久 我会劝力大家 必须要以5年 性质以上的来做规划 好 不要做短期 所谓短期 有可能一个人有些放一个月啊 三个月啊 半年啊 一年 那你就不要来开始 这个呢 那我就劝你们 最好是放在你们自己的银行户口就好 因为短期性 那是你们紧急上要用的 就放在短期性 好 这个呢 那就可以让我们来制造我们的被动收入 被动收入 就是另外一个赛道的把我们的钱 来在流动性的 还达到我们想要达到的目标 那如果想要套现的时候呢 可以拿一部分的钱回来 没有问题 risk management 风险度会比较好一点 它是一个多元化的投资 刚刚你们有看到 我跟我的客户 规划的是在不同的方案 因为那位朋友 我帮他做的 他是已经属于退休人士的 所以呢 他是属于要很稳定性的 好 他放长期的 好 有些呢 你可以做的是本地或国际上 好 本地国际上 那有可能你们不会选 那是我的工作 会帮你们来做规划 好 那也在不同的领域 或者是我们 我们的麻痹来生死 that's why 我们就放在一阶在经历 好 好 好 那我们再来看 我们再看这个233的原理 233的原理是说什么呢 好 两个原理最重要的 我想说的 今天刚刚跟你分享的 虽然他是属于慢行 但是他至少在长远 或他是属于稳的 好吗 好 那在这个另外一个三个原理 那就是说 你想了 你知道了 你既然想不懂是否理财来规划 那既然你们讲理财规划 那请问你们的目标是什么 那我们是否要去执行 我们要执行 我们才可以他 达到我们的目标 好 那再来看就是 这个规划的原理呢 我必须要以长远的计划 来分散投资 这样我们才可以达到我们的效果 那这个整个的原理的方案呢 最重点就是我们一定要坚持 因为市场上 会有听到好多好多的一些方案 或者听到好多好多的建议 那我们是否要坚持来达到 我们想要达到的目标呢 好 这就是我想跟大家做的一个总结的 二三三原理 好 那在今天我想做一个小小的一个总结 那就是说 好 我就把这个一个小故事来跟大家分享 一位年轻人 孩子就跟妈妈说 哎 妈 我今天做了一个同事 那同事呢 让我赚了五十八千 好 五十八千 那五十八千 就是一个很好的数字 同事大家听了 也是很开心 那那位母亲就问孩子说 那你这个五十八千 你放了多少钱的母亲呢 对不对 那孩子说 妈 我放了一千块 一千块 所以呢 我五十八千 我是其实赚了五百块 五百块 那五百块 好 那如果今天我们是开始的话 我们是以一个一百千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百千 好 一百千 如果我们只赚一个十五八千 就是累积啦 十五八千 那这边我们赚了十五千 对不对 那这个比例想告诉我们什么呢 对不对 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本小力大 本小力大 其实他力不大 对不对 那就说今天我们的本小 我们的一千块 对不对 我们的力大 我们所赚的是五十八千五百块 其实他的力和不大 本大力小 一百千 虽然他是很大的 已经一百千 他力小十五八千 其实他并不小 他可以让我们赚十五千 好 这就是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理念 那我们再来看 就是今天我想用的就是财务 我们的财务 人生由巴菲特所说的 只要我们人生就像一个滚雪球 就怎么说 就是说最重要的是 我们最重要把我们的权材 要如何让他增值 让他累积上的 就像那个雪球方案的 一直在滚 一直在滚 让时间上把它规划成了 一直在滚 他就越 这个小雪球 他越滚越长远 他就越来越大 对不对 就是我们的 这样子 我们要会懂得 善用 来杠杠 善用一些很好的土台来杠杠 这样才可以步入我们富裕的人生 好 巴菲特这名言说 不要把鸡蛋只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也不要依靠单一的收入 这样我们可以让我们的钱来增值 来做第二个更好的资源 好 最后的总结是 他其实并不是看我们可以赚多少钱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如何让他来赚钱 好 这个今天我的分享就到此 那如果有兴趣的人 那好多人都想说要怎样联系我就对 那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个 两个平台 一个平台呢 是在我10周 40 那你们可以去我的官网上 我public page 那你都可以找到我 那或者是另外一个是我比较识人的 那是因为 我工作上的职业才会不会换失 所以这两个平台 你们都可以找到我 又或者你们可以找 Unilize City的负责人 他们都可以把你推荐 好 那以上我的分享 感谢大家收听着半小时的分享 感恩你们 好的 我们感谢新老师今天的课程 在我们结束我们的脸书直播之前 我们先来预告一下 下周 下周的那个 一样是理财课 但是下周我们会有 NED 李慧山 CFP 职业财务规划师 来跟我们分享 退休前后 选择个人医保的小贴士 好 然后也在顺便预告 明天课程 明天课程 我们会有心理健康课 明天会有 李莉莉 老人健康科学 准博师 来跟我们分享 万爱老年 心理健康 思念与遗憾 好 我们再次 呼吁在脸书上观看直播的 老爸老妈们 欢迎大家点击 Caption中里面的 那个报名链接 来报名 大家就可以来参与 我们的Zoom的一个讲堂 大家可以在我们 待会接下来的 一个问道环节里面 可以跟老师有互动 可以直接跟老师提出询问 好 在我们接下来 我们的进入 我们的Zoom讲堂之前 我们的答应环节之前 我们先结束 我们的电视直播 好的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